請大家繼續支持、贊助、Mango 頻道 讓Mango 繼續伸入婦月 為大家揭示最真的真相 多謝 就是這個令到記者會變得滑稽荒謬 這個小口場景 我都開來大波兵 保暖活力的時間 在這裏在這裏在這裏縮小火病 令我發出這裏更多人感感 喂 你有沒有理啊 你看看現在警方的直白行動 你真是作為男子的警方 走啊你 收皮啦 大波兵 走啊 走啊 你怎麼會拿公子的錢吃女啊 不停就大叫啦 警員就大叫啦 警員就大叫 有人啦 有人啦 開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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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又是雷霆政府 正棍黑聲 明哥 明哥今天又想說回 我經常對峙的黃之鋒 黃之鋒 這裏好像靜了 大家看到他 這裏其實十二門徒的話題 又out了 然後他又看到整個泛民 DQ完了之後 19議員 即是19議員 又總辭了 他覺得 現在沒有泛民 應該政府所有政策都OK 減什麼又有什麼 那些人有什麼福利又有什麼 他的態度就是這樣想的 即是發悔氣說話 那現在他其實沒有什麼做的 他等拘捕而已 等拘捕的原因就是 現在起碼有兩三宗案件 他一直上法庭 現在之前沒有拘捕他的好拍檔 也不是好拍檔 黃之鋒二號 那個叫做鍾翰林 那麼他剛好呢 就不知道他很聰明 考到車牌 就車住朱西迪 就進去壁屋監獄那裡探鍾翰林 就跟鍾翰林 以一個朋友的身份 因為他已經又不是議員助理了 只不過是一個普通人而已 用一個朋友的身份去探鍾翰林 原來他之前跟鍾翰林 都是不懂的 點頭之交的 但是他也預計到他將來 都會繼續入監獄 以及他之前也坐過壁屋監獄 都以一個大師兄的身份去探望這些手足 那麼他看到鍾翰林 這些都很聰明的 他都說跟黃之鋒說 我從來沒有後悔 我走出來抗爭 我走出來抗爭 都預計到我會有被人拘捕的一天 以及坐牢的一天 如果說真的 如果你不是特別囂張的 在香港監獄其實也不是太難過的 你不要得罪那些有勢力人士 你做好自己的本分 好像現在鍾翰林 在裡面 他其實都可以 還押了幾十日都可以 真的可以過得到的 每天去一下工廠 暴躁一下 學一下接皮 做一些正常 有規矩和規律的生活 所以黃之鋒探望他的時候 見了十五分鐘 很心同感受 他也知道 他為什麼現在不停幫手足 因為他自己日後都會進去 繼續去受 所以現在他在整個社會 政治環境和影響力 一沒有抗爭之後 這些人就小了 亦都惡不出什麼樣子 亦都被好像Man哥那樣 當他是一個過街老鼠那樣罵 所以現在 正正是有了國家的支持 有了《國安法》之後 現在就DQ了立法會議員 所以反對派那些 漢奸走狗人渣 人人自危 Man哥這些愛國愛港 撐警人士 就可以吐一吐我們那一口呼氣了 另外 我慢慢在那裡 倒化的小午餐 他昨天也有通知我 他又說去警總那裡 又說要申請到一個遊行集會 又說要為記者 主持公道有這有樣 他有這份心 我不怪他 他是OK的 沒試過試一下 Man哥組織這些遊行集會示威的經驗 都有十幾十次 也知道警方 從疫情開始到現在 是沒試過發出一個不反對通知書 全部都是反對的 為什麼呢 是有公眾健康 是先行的 知道現在的疫情 知道政府有限聚令 就算警方呢 都會和Lunch仔 Lunch仔在Facebook Poll出來 很聰明 不知道下個星期二 還是星期三 和警方去開會 說一下 12月6日 他的遊行怎麼搞 那你就開了 警方都會照做事 但是最終 99.9% 我告訴大家 都是不會批 不過呢 他要和他的星級團隊去試 我都會繼續鼓勵他去試 試吧 你年輕人什麼都試一下 試一下又不會死 他都說過一句 他很有信心 想得 但是結果不行 都說呢 都是有一個嘗試 這個精神 我值得去加他 希望 希望 他不要做為法事就可以了 他現在不斷被黃人手足去攻擊 連他的Facebook專頁也有很多人來攻擊他 沒辦法 出來走 又遇了要還 你之前怎麼罵人 人家怎麼會罵你 一模一樣 那麼去到了 我看到 好像現在的反對派議員 就沒有了他的議員 真的已經結束了 沒有了他的良知 即是沒有了他人工照資 他們現在 很多好像鄺仲宇那些要供樓 哭了口那些 就很嚴重了 所以現在他們很聰明 第一時間 都在他們的Facebook YouTube IG 有了他們的捐款頻道 例如黃之鋒 又找回他以前 幾年前走出來抗爭 又怎麼跟梁振英 林鄭的照片 走出來 就最後他們也是要拗錢的 因為都要生活費 好像Mango一樣 都要生活費 大家都明白 但是不要做得太肉酸 你們那些 全部他們都是吃老本的 講回他們之前 做過多少事情 怎樣去幫助香港 他那些以為幫助香港 但是現在就要不停搞 找數 大家看到 他們都有他們的支持者 有每一個支持者 這些都是無可後非的 但是他們現在就很肉酸 辭職也是你們自己辭職的 坐牢也是你自己做違法的事情 申請坐牢的 所以Man哥也是那句 有因有果 你們做過的事情 你們要承擔你的後果 今天講到這裡 你不要再跟我說 鄭松泰 因為我會很生氣 這個傻子 可以當選立法會議員 是我仆心仆命 又掏錢又出力 然後在新界西條 走到氣都吉幫他拉票 所以你再提鄭松泰 我是很生氣的 你不要再在我面前提這個人 如果你是支持抑菌的 你是幫我臭罵他就可以了 OK 但是這麼簡單 就不要再在我面前提鄭松泰 三個字 因為這是人渣垃圾 說完 你現在還可以留在議會 這還不是垃圾嗎 對不對 我看看黃楊達這個混蛋 怎麼去包庇他 不過他們沒有說話 這些人現在還有什麼說話 社會還有什麼影響力 現在在掠水 騙錢 找笨賊 接著兩公婆準備去日本 就是這麼多東西 所以這些垃圾 就是時窮節乃現代 大家就看到了 對不對 我過去做的事 我沒有後悔的 當時要搞一個運動 2016年 我們仆心仆命去做 上天對我很眷顧 令我輸了這個選舉 我不用受這些苦 對不對 現在我可以很大聲 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 所以記住 幫幫忙 不要再在我面前提這些人 是不是 不要再在我面前提這個 所謂鄭松泰這個人渣 OK 這個是垃圾 是不是 你包括黃楊達 我有生之年 有些空間的話 我會跟他計算 我現在在這裡跟大家說 這個是垃圾 是不是 Hello 今天想說一下 鄭松泰和黃毓民 加上黃楊達的恩怨情仇 昨天Mang哥也說一下 他們在當年選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他們弄了一個葉普城出來 所以他們有利益就拉在一起 現在黃毓民很後悔 他又訓練了幾個叫做五役的叛徒 垃圾出來 我等一下給大家看一段片 他罵到鄭松泰不是 又說他垃圾得不如 又欠他們很多錢 又說黃毓民當年 撲到屯門那麼遠 走去跟他支持他參選 才讓他選得到 現在黃毓民也說 幸好那天對他不薄 讓他選不到 選不到是對他不薄 所以他不用做這些難的決定 他自己如果一進去做議員 他也有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未到他真的自己控制 但現在他自己也很開心 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罵誰就罵誰 做什麼就做什麼 所以呢 我不會攻擊他家人的 他自己訓練了這麼多人出來 基本上九成他訓練出來 就算他和長毛和大靠合作 也反面 他和人民力量合作 之前訓練人民力量出來 又和他們反面 然後他有幾個日室弟子 都是跟他出來的 都全部和黃毓民反面 你就知道他和人的關係是多差的 所以你看到鄭松泰 現在今時今日被他爆到七彩 我也覺得挺精彩的 讓大家看看這群黃人的狗咬狗骨 請大家繼續支持贊助Mango頻道 讓Mango繼續伸入虎穴 為大家揭示最真的真相 多謝